想用自动驾驶还要先考试 特斯拉安全评分系统详解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9月27日消息 尽管但是该公司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 当地时间上周五晚间和周六早上 特斯拉开始向更多车主的中控大屏上 推送测试按钮 特斯拉表示 安全评分系统将根据五大安全因素指标 来评估车主的驾驶行为 然后综合这五大指标 来预测车主驾驶行为可能会引发碰撞的可能性 紧急制动是被特斯拉汽车定义为 加速度超过0.3克的后向加速度 相当于汽车在一秒内减速超过每小时6.7英里